大家好 這支影片是要教大家 怎麼使用這個AAS的DeviceNet模組 首先 這個模組的操作說明 大家可以在這個AAS的這個模組手冊裡面 的這個第11章 找到這個 AAS01DNET-A這個模組的介紹說明 那接下來我就為大家示範一下 怎麼做一個DeviceNet模組的 Master跟Slave連線 那因為這個模組呢 它可以當Master用 或者是當Slave用 那所以 這邊呢就可以 把它做一個範例呢 一個模組當Master 一個當Slave 那中間用這個DeviceNet這個Buds連起來 這樣就可以達成兩台 AAS CPU的資料交換 那如果今天是 Slave是第三方設備的話 那就是可以 可以連接第三方的設備做資料交換 那這個是硬體的配線 那再來就是這顆模組上面的 一些旋鈕 跟 開關上面的設定 那左邊這邊的這個旋鈕呢 是設定這個 這塊模組的DeviceNet的帳號 那我這邊範例裡面 這個Master的帳號是設成1號 那這個Slave是設成2號 那再來就是這個模組的下面有一個 切換開關 它可以當成 DeviceNet的MasterSlave 的功能 以及當 RTU的功能用 那在這邊的這個範例呢 切到Master跟Slave這個功能 那再來就是這個DeviceNet這個Buds呢 那中間這兩個 CanHi跟CanRaw就是通訊 那另外這個V正跟V-呢 我們要額外 要接24VDC的電源進去 那跟 所以跟CanBuds的電源接法不太一樣 Can是不需要24V電源 但是這個DeviceNet的Buds呢 上面會需要24V的電源 這個直播開關是播到500K的BPS 然後以及這個開關呢 是可以控制當 Slave斷線的時候 那Io的Data 要不要 清掉或者是保持 好那接下來就是進入到軟體的設定 好那軟體的設定呢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 USB通訊線 連接電腦跟 AS的CPU 然後再來就是 進入Hawaii Config裡面 好那一開始的話呢 好那一開始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Scan的掃描 去掃描這個實際接的模組有哪些 好那這邊就是右側第一台接了一塊DeviceNet模組 接下來就是要下載 好那保鮮旗艦呢 我們先 將CPU斷電再上電 好然後接著我們從這邊 先按滑鼠右鍵 打開這個DeviceNet Build 好那打開之後呢 我們就是 第一步先按這個線上模式 好那由於這個DeviceNet模組在出貨的時候 這個預設呢是 當作DeviceNet Master的角色 那我們現在要先把它變成 Slave 那我們就是從這邊進去修改 設定 好那這邊就是把它切換到Slave mode 然後這邊資料交換區呢 我們就隨便給它 一個數字 比如說印號都各30byte 之類的 那修改完要記得再 將設定做一個下載 好 有的斷線 接下來就是記得要將CPU再重新斷電上電 這個設定才會塞效 好那現在我們在進入線上模式 再確認一下 進入線上 那現在這個角色已經變Slave 所以這邊的Slave角色就設定完成 那接下來就是換 設定Master那邊 所以我們先離開 好那現在我把線 換到另外一台 另外一台 好那一樣進入Hive Config 好那一樣按這個掃描 好那一樣按這個掃描 這邊右側第一台的有一個模組 那我們先下載 再將PLC做重新上電 再將PLC做重新上電 上電完之後 我們打開這個Device Net Builder 好那一樣按線上模式 好那一樣按線上模式 接著我們就可以用 掃描網路 好那因為現在我只有兩台 所以掃到兩台之後 就不用再等後面的掃描時間 我們就可以把它關掉 好這邊就可以看到 我的 帳號1呢 是當作Skanner 也就是Master 那帳號2呢 就當作Slave用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 配置這個資料交換 那第一個就是先進去這個Slave進去 那我們將這個IO polling的setting 我們剛剛是用34個Byte 所以我們就是設定成34 那接下來就是要記得 再做一個動作就是 按滑鼠右鍵 這邊有一個參數編輯 然後這邊也是設30 30 那這邊又寫入 好 那接著回到這個Must這邊 我們點兩下 把這個移過來 這邊就有30個 去做一個配置 這樣就配完了 配置好之後呢 我們就是將這個設定做下載 下載完之後 必須要將這兩台的 Ace CPU 做一個重新上電的動作 好 那接下來我已經做一個重新上電 那如果正常的話呢 應該會在這個Must的這個LED面板上看到它顯示01 那在Slave的模組的LED上面應該會看到02 這樣就是通訊正常 那通訊正常呢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這個 資料交換 好首先就是把這個Must的這個對應區 對應到這個Slave這邊 這是這樣對應的 就是 Must這邊的D26105 會寫到Slave的D2600 D26105 那進入這個監控 之後 我們就是 修改這個D26105 那我換一下切過來 它會對應到這個Slave的D2600 編1234 那另外Slave要把資料傳回去呢 就是 將資料放在D26100 它會傳回去到Must的D26005 所以我們這邊 就是修改一下這個Slave這邊的D26100 那我把它換過去 那Must這邊的D26005 就會是一樣是6789 那這個就是 DeviceNet這個 連線 的示範 那這個教學的影片就 到這邊告知 到此告一個段落 謝謝大家 在這裡 拿來 帶來 是 賣 賣 我們 累 旻 有 有